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先请教一下教授 其实刚刚那个蔡英文去田中正 民进党可能某种程度号称霸装 那如果没有把他当成装脚 把他怎么装 所以他还说 嘴巴说不应该把他当成装脚 事实上心里就是把他当装脚 这我呼吁一下林兄的说法 第二 我觉得他好像不像在选总统 在选乡镇长 最近的两大候选人的 两大重要候选人的民调起起伏伏 都是公共政策 而且是重要的公共政策 出了问题 对或是错 所以会影响到民调 你在走什么线 天天就跟这些人握手 不会影响民调的 而且你把太多的能量 耗毁在怎么样 耗毁在做正常的事情 你应该提出重要的公共政策 比如说十二年国教要不要做 十二年国教有很多问题 你如果能够提出来说 好 十二年国教 我执政 我不会马上执行 那我把九年国教 全部做好的整理 那国民党出来辩论 我为什么要做十二年国教 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你不去做今天去做 庄旗娃娃社 这个我觉得这些在浪费 我想跟会员讲的是一样 我觉得他在浪费总统的高度 浪费我们人民怎么样 应该注意国家政策的时间 就去浪费这些啊 回文 我觉得这个 刚刚提到那个政长 宁鹏兄说那个政有四万多人 可是公民数你乘个七十 就三万多 这七成的投票率 八成的投票率也就两万多 就两万多票了 所以开出来两万多票 如果说通通都要倒戈去投 蔡英文 趁 更快 就没差这懒散的 你要走就走 你就像陈明文一样 把整个派系带走 陈明文是整个县搬走 这个林派都被他搬走 那你田中说 我这多少条下 通通都走 那你走吧 如果一个政长为了一个什么 我的什么纳谷塔啦 什么什么 一些公共建设什么的 我就要跟你兵一兵 我就要跟你抢毒 我就要去接待蔡英文什么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 赶快去卫留啦 拜托啦 你要多少 要欠两千万 还是说预算多少 我给你报你 你自己也是怎么样 你利用选举时间在干什么 少来这一套啦 看这些账客看得很肚肚 其实汪金珠在彰化 蔡英文应该去问她说 我们这么多县长 很少有人没办法连任的 你为什么不能连任 而且输得好惨 为什么 去年在五都的时候 有一个有案在身的 国民党的乡长 因为他因案被解职嘛 你这个贪污就被解职 那蔡英文跑去 拿到社会讲说 拔床 你看到没有 这个国民党以前的乡长 他是贪污的 他照拔不悟 他管理什么 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他管理什么 国民党的 以前贪污的 他一样去看 国民党以前贪污的政长 另外另外一个政长 朱立伦你一样去看 听说你很像经常被收押 然后案子一大堆 一样去 所以政治人物要选票 我要呼应刚刚这个 庄校长之前讲的 那个选举的 像陈志宗圈 那选举叫做 我们都看得懂啊 问题是我们做评论 告诉大家说 这是不对的 你后面那句话说 这样对吗 当然不对 你说趁这种东西去 拔床什么那些 间谍酸气 有一个现实的状况 可是如果我们也在那边 附和说 好 那以后台湾民主 都毁了毁了毁了 是不应该这样 好 如果真的像刚刚这个 霍文讲 2万票都拿去吧 那这样子不就是 像这个绿营喊的吗 就是要守 这个陈水扁防线 04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赢了2万多票啊 那这样子的话 要怎么来看这个选情 来请教一下 施程 那个 其实田中政长 我今天问过 他其实上一次也选过 没选上 那时候他还不是国民党 那后来才挂民党 挂国民党的旗帜 才选上 那这次因为这个 刚刚这个 惠文兄提到 就是因为一些资源的问题 要跟这个张华县长 可能有一些 意见不一 意见不一 所以这样是不是 我不晓得是不是叫忠贞党员 如果真的是几十几年 我觉得是忠贞党员 那这样是不是叫拔庄 因为他自己出来喊冤说 没有啊 我只是都以礼相待啊 他是这种讲法 事实上大家 他忽略了 今天那个自由时报有做啊 说那个ECFA 那个支持那个 织袜工会的理事长 魏平齐也是 改投这个 他的标记是这样的 什么 改支持 改支持这个 这个蔡英文 后来我去问 问了我们地方的支持 他说没有啊 他从来说 他没有说他改支持啊 他说 马总统之前也来过 我也是这样干的啊 头版头耶 这是谁 我问过了 有有有 他说他支持 可是他说 他马总统 他也是这样说的 送属于去他也支持啊 也就是说 他就是每个人 因为他现在 我问他说他到底支持谁 我问他到底 他说 他现在理事长 他什么也不能说啊 听起来就是保持正气啊 每个来他说我都支持啊 对啊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他们家其实 一加七个人都是做这个 都是在 所谓字话里面 算是佼佼者 是的 我打算 你这个标题是这样写 说转庭小音耶 是啊 所以你现在告诉他 这个是错的 我现在问的事实是这样子的 请大家都指教 我讲话我负责 那自由时报怎么办 我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说 他支持ECFA 所以当初也来做 也来协助做广告 但是后来ECFA没有下文 就是说你签完之后 没有照顾到我 产业面对 所以他必须要代表 公会出来讲一些话 是这样子 那到底是什么 到底答案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今天问 没有 我没有问他 他支持谁 那说那你 是不是转支持小英 他说也没有啊 他说马总统之前也来过了 我也是 我也是按照总统 规格相待啊 那是什么我跟你讲 选前最后一个来的人 那个人 他就会支持那 所以因为他是公会 OK 我跟你讲 我不晓得自由十八报 是怎么样 他的资讯是什么 但是我接受的资讯是这样 我负责我这样的讲法 就是说 这个理事长就说 他也没有表态支持谁 说谁来我就接待谁 就这么简单 那你要做这样 自由十八做这样的解读 那就我尊重他 我不尊重 因为这个 这其实是很刻意 你知道吗 他把马总统之前 借他那个工厂拍片啊 然后这些段落什么 然后再交出来 说现在你挺这个 其实我觉得 因为这位我是不认识啊 你就自己出来讲啊 你说你挺ECFA 其实我是挺酷襪啦 你没做酷襪啦 你应该 你当身应该 很严正的澄清 譬如说我是公会理事长 我会这么多悔完 有蓝的有绿的 然后我说我挺小英 那到底什么东西 我请他看一下 这个背面 这背面是自由十报设论 ECFA是糖衣毒药 一点都没错 自由十报你敢这样写 我是很佩服啦 那请蔡英文出来讲说 那为什么要做糖衣毒药 为什么我当选糖衣毒药继续 好来 你这个地图是没有 你没有解冠嘛 没有解写嘛 我觉得这个现在情况 很confused 但是我得到的资讯是这样子 说不见得是 像自由十报型那样子 那我要讲说 其实小英很奇怪 他老是按照自己的步伐 刚刚这个校长特别提到 就是说 从一看还有自己的步调 就接受电视专访 推出十年健康 健康然后再抬一线 然后再继续走 然后遇到了所谓的什么市值啊 陈银座都不要 我都不怕 然后继续再走台17线 那很奇怪 你的选举步调 要因应现在的情况 也有所转变 你就按照你原来的步调 一步步往前走 你现在去拔 你这个叫拔妆吗 市叫拔妆吗 在全国面前拔妆吗 像话吗 然后你走完结果那又怎么样 真的选票会增加 还是增加一点气势功 可能啦 就是说你看 懒得拔那么多 哇 真爽 真的会造成这样 这有这种效果吗 还是只是媒体效应 我觉得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好 来我们休息一会 今晚就要马上回到节目现场